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闹着要跟我一起回归家庭 陆锦与今晚又睡在了书房 我进去给她送咖啡时 刚巧遇到她一边处理文件 一边和她养在外面的小姑娘打电话 放在电脑旁边的手机开着外放 小姑娘声音娇俏中带着些许蛮横 为什么不接我的视频 你是不是和那个老女人在一起 她被我看到 陆锦与好脾气地哄着她 瞎说什么呢 我在看合同 看完就谈你 听话点 小姑娘不依不饶 陆锦与 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 以后都不会再碰她 知道了 你个小醋包 我这段时间都睡在书房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听着她不自觉放软的语调 有片刻的恍惚 曾经 我和她耍小脾气 她也是这般放低姿态哄我的 过了这么久 她还是那个 一旦喜欢上 就会无底线宠着对方的陆锦与 只是被宠着的对象 换成了另一个人 一个与当年的我一般年轻的女孩 陆锦与的笑 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凝固在了脸上 可能怕我跟她的小姑娘说什么过分的话 她忙挂断电话 皱着没责备道 进来怎么不敲门 我啪的一声将杯子放到了桌子上 你邀了咖啡 李妈闹肚子 让我帮她送进来 还有 我敲门了 只是你谈恋爱 谈得太入迷 没有听到陆锦与扯了扯衬衣衣领 身子后仰 靠到了椅背上 脸上的表情 也跟着放松了下来 抱歉 是我的错 星月她这两天有点闹腾 我刚只顾着应付她了 一提起孟星月 她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连声音都松快了很多 自从被我发现出轨后 陆锦与便没再掩饰过 对孟星月的喜欢 我哭过闹过 甚至用自杀威胁过她 让她断了和她的联系 结果 她只是冷眼看到我闹 斥责我像个疯子 现在想想 确实像个疯子 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让自己从这段情商中抽离出来 不说是抽筋八股 也能算得上遍体鳞伤 冷静下来后 我也想过离婚 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不甘心给吞没 是的 不甘心 我陪着陆锦与从开始的一穷二白 到如今的功成名就 让我怎么能甘心 就这么成全他们 而且据我所知 陆锦与手里有个大项目 完工后 资产至少翻一倍 要离婚 也要等项目结束后 人我已经不稀罕了 但没必要为了个脏黄瓜 跟钱过不去 我自认不是什么纯粮之人 爱他时我可以全心全意付出 但他既然背叛了我 我总要想办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里宁言了 之前世事节俭 精打细算的我 开始变得挥霍 陆锦与可以拿着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养女大学生 为什么我就不可以 于是我拿着陆锦与赚的钱 也心爱理得的包了个容貌出众的男大学生 不得不说 有个长得好 身材又棒的小奶狗黏乎乎的撒着娇娇姐姐 是挺享受的 想到这 我也没心情继续待在这 看他表演对孟心悦如何痴情一片了 这两天 不止他的小姑娘闹腾 我的小奶狗也促进挺大 回卧室反锁了房门 我给江玉白谈了视频过去 很快 画面里便出现一张极其好看的脸 他戴着白色的耳机 应该是刚洗完澡 头发还湿漉漉的 小麦色的肌肤 肌肉线条优美 像是个勾人的男妖精 我吞咽了口口水 往下拉 看看腹肌 江玉白害羞的低下头 偏向镜头一侧的耳垂 微微泛着红 清纯的要命 倒是听话的将手机放远了 宿舍里还有人呢 他小声道 连声音都素得能听起一声鸡皮疙瘩 我黑黑一笑 像得十足的老色皮 那不是更刺激 江玉白的耳垂更红了 甚至蔓延到了脖子 怕我再说出什么虎狼之词 他忙转移话题 姐姐 这两天有个学妹在追我 长得跟你有点像 依着江玉白的姿色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追他的人很多 可是 这是他第一次跟我提 又想起孟新月那句老女人 莫名的烦躁 六岁 对江玉白而言 好像确实老了点 所以 你也喜欢他吗 那我放你自由 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他明显慌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摆了摆手 解释道 是我室友他们跟我说 要让你知道 我有多抢手 这样你才能有危机意识 我不要自由 我只想让你能多在意我一点 姐姐 我只喜欢你 一番话说的急切又诚恳 好像真的生怕我不要他 我叹了口气 本来只是各取所需 最怕最后有一方动了心 小白 我也很喜欢你 可是我们之间差得太多了 是不会有结果的 你也该找个年龄相当的女生 好好谈一场正常的恋爱了 不如我们就此算了吧 话音刚落 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隔着门板 陆锦黎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暴躁 陈世瑜 你再和谁说话 我忙挂断了视频 陆锦黎在做的那个项目 已经到了收尾阶段 已经忍了大半年 我不想在最后的关头 生出什么变故 我打开门 两头看着他 怎么 哄好你的小三了 他知道你大晚上的 跑来砸我的房门吗 陆锦黎拧着眉 脸色阴沉 他压低声音又问了一遍 是谁 我发了个白眼 没忍住抱了句粗 关你屁事 陈世瑜你他妈 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看了眼他紧紧攥着 骨节都因为太用力 有些泛白的双手 我觉得挺搞笑的 他自己搞外遇 搞得飞起 一副恨不得全天下 都知道他略了我的做派 现如今只是听到一点风吹草动 就受不了了 你是用什么身份来问我的 我双臂抱胸 靠在门框上 我出轨的丈夫 还是孟兴月的男朋友 是不是自己脏的人 看什么都脏 陆锦黎瞪着我 眼神好像要把我一刀刀凌齿 他冲我伸出手 手机给我 我懒得理他 退回房间 当着他的面 甩上房门 陆锦黎疯了似的拼命砸门 我嫌烦 直接给孟兴月发了个信息 你男人正在敲我门 可能是想与我春风一度 要不我现在去把门打开 几分钟后果然安静了 我长血口气 把手机往旁边一扔 跌到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 微信提示音一直在想 不知道是姜于白 还是孟兴月 或者两个人都在拼命地给我发信息 不管是谁的 我现在都不想看 很烦 第二天睡醒 陆锦黎已经去公司了 李妈将早饭端上来 愁愁一番 问道夫人是和先生吵架吗 我看他今天好像心情不是很好 李妈哪里都好 就是有点迂腐 我跟他说过很多次 直接称呼我们的名字就好 可他还是执意这么叫 还跟我说不能坏了规矩 后来我索性随他去了 我拿起一个鸡蛋 在桌上磕了两下 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应该是他外面那个跟他闹了吧 孟兴月这段时间被陆锦黎灌得有点嗜宠而叫 昨晚陆锦黎的日子应该不太好过 李妈脸色变了几遍 夫人 你也不能由着先生这样下去啊 你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也该要个孩子了 兴许有个孩子 先生就能回心转意了呢 试图用孩子绑住一个变了心的男人 是得有多卑微才能走到这一步 我摇了摇头 那样对孩子不公平 况且我也并不想挽回他 我一死相逼都没能让他回心转意识 这个男人我就不打算要了 公司迈入正轨时 我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自己开了家工作室 做着自己喜欢的珠宝设计 这两年也算小有成绩 刚将车停到工作室的地下车库 将于白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 他眼眶红红的 上眼皮还没消肿 姐姐他喊了我一声 声音听起来沙哑了很多 一双眸子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像是被遗弃了的小狗 你怎么在这 我问道 你没回我信息 我又不敢冒冒然给你打电话 只能来这里等你 他上前几步 小心翼翼地拉住了我的衣袖 别不要我 我要是哪里做错了 你可以跟我说 我都会改的 我又开始烦躁了 烦躁中夹杂着忽视不掉的心疼 将于白 你要清楚 我们的关系是畸形的 我们分开 甚至连分手这个词都不配用 只能说中止 你懂吗 将于白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 他低下头 不肯作声 手却依然固执 拽着我的袖 拽得很紧很紧 我深吸了口气 终究还是心软了 小白 找个跟你年龄相仿的女生 好好爱一场吧 去谈一场健康的 能展现在阳光下的恋爱 将于白囊的鼻子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的题 我只要你 我和他就这么在地下车库 拉扯了半天 最终 我还是没能拗过他 也罢 反正他现在还年轻 给他时间 总会对我腻了的 就像陆锦黎 当初喜欢我喜欢到 都可以为了我去跳河 现在不也一情别恋了吗 画了一上五图 我伸了个懒腰 决定休息一下 刚一打开手机 就看到孟兴月 又给我发了一堆信息 这三档的 真是愈发的嚣张了 最开始加我好友时 连自己是谁都不敢说 只敢在朋友圈 暗戳戳地秀恩爱 如今都敢直接正面挑衅我了 他发了两张照片 一张 他戴着名贵的项链 笑叶如花 另一张 也是项链 要是很漂亮 只是相比前面那个 明显逊色了不少 但我还是一眼 就认了出来 这正是前几年我特别喜欢 却没有钱买的那条 那年 我和陆景黎准备结婚 他带着我去选首饰 我一眼 就相中了那条项链 可是那时 我们的事业也才刚刚起步 还不足以支撑 如此高的消费 他拉着我的手 因为憋泪 眼眶通红 他说 老婆 让你受委屈了 我以后一定会赚很多的钱 到时候为你包下 整个商场的首饰 后来他确实 赚了很多钱 多的足以买下几十 甚至上百个商场 只是 他忘了许诺给我的 要为我承包的首饰 照片下面是几段文字 景黎为了哄我开心 给我买了两条项链 可是第二条 我不是很喜欢 我想借花献佛送给姐姐 本来还怕姐姐也不喜欢 可听景黎说 姐姐好像几年前 就相中这款了 那我今晚就让她带回去 希望姐姐不要嫌弃 这一副装绿茶 搞瓷镜的嘴脸 还真让人恶心 我也没惯着她 我妈就生了我一个 你也别学古代妻妾那套称呼 挺作践自己的 以后还是叫我陆太太吧 可能陆太太这三个字 伤害到了她的玻璃心 她没再回复 倒是不一会儿 陆锦迷的电话打了过来 你又和她说什么了 能不能别闹了 也别招惹她了 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我又骂了句 闹你妈 滚 然后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 我觉得我怕是得了巨物恐惧症 我害怕大傻逼 坐在椅子上 自己生了会闷气 越想越恶心 我重新拿起手机 把和孟新月的聊天对话截图 发给了陆锦迷 就算我早就 打定主意等项目结束 就和她离婚 那也得让她好好看清楚 她喜欢上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跑来教训我 说我招惹她 让我不舒服 那就谁也别想好过 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清楚 到底是谁先招惹的谁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 你给我准备的礼物 就是你的小妾没看上的那条项链 别他妈恶心我 老娘不稀罕 不等她回复 我麻溜地把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拉进了黑名单 与其内耗自己 不如发疯外号别人 真特么爽 陆锦迷又换了好几个号码打给我 全都让我拽进了黑名单 晚上稀稀利利地开始下雨 回到家时 陆锦迷正端坐在沙发上 白色的衣领 一条被拉长的口红印记 格外显眼 她面前的桌子上 放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 见我进来 她站起身将礼盒递到我面前 你听我解释 这个是我特意为你买的 我不知道 星月会偷着袋 也不知道她会跟你说那种话 我接过 转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她碰过的东西 我嫌脏 包括你 陆锦迷脸色沉了下去 她咬着牙 狠狠地瞪着我 陈诗鱼 你别太过分了 我过分 需要我帮你回忆回忆 你都做过些什么吗 她愣了一下 将怒视着我的目光移向了别处 双手攥紧 又慢慢放开 没有反驳 也无从反驳 我也懒得继续和她争论这些 直接绕过她回了卧室 怕再被陆锦迷听到 洗完澡 我没有谈浆于白 而是和她打字聊天 聊得正欢 又传来了敲门声 陆锦迷站在门口 身上湿漉漉的 她又别别扭扭地 将一个礼盒塞进我手里 我刚重新去买的 这个她没碰过 不脏 她润了润唇 继续道 我记得 你之前特别喜欢她来着 只是那时候 我买不起 我打断她 哦 不好意思 我现在不喜欢了 陆锦迷拧着眉 表情疑惑 为什么 我吃笑一声 对人的感情都能变 何况是一个早就过时了的视频 以后少来烦我 我再次当着她的面 摔上门 因为淋了雨 陆锦迷发烧了 她生病的时候 总是特别闹腾人 李妈给她变着花样的做营养餐 她却一口都不肯吃 只炒着 要吃我煮的皮蛋瘦肉粥 刚创业那会 可能是又忙压力又大 陆锦迷经常生病 每次她病了 我都会给她熬皮蛋瘦肉粥 她喝完后 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抱着我撒娇 老婆 你怎么这么好 你是全天下最好最好的老婆 那时我们没有钱 两个人窝在小小的出租屋里 可是每天却都过得很快乐 只是后来 不知道怎么就变了 难道男人有了钱 真的就会变坏吗 李妈满脸为难地看着我 夫人 要不你就给先生熬点粥 她这样什么都不吃 身体受不了的 我点了点头 也是 她要一直病着 项目不就得往后拖了 我再次点开了孟新月的聊天对话框 你男人生病了 过来照顾她 在家里看到孟新月 陆锦迷因为发烧 而有些憔悴的脸 变得更难看了 她边咳嗽边阴沉的脸问 你怎么到我们家里来了 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孟新月愣了会儿 硬生生地压下了翻涌的小脾气 她低下头 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听说你生病了 我来照顾你 陆锦迷瞟了我一眼 见我一副看戏的模样 突然变得很不耐烦 她粗暴地开始感人 不需要 你回去吧 孟新月之前一直被她如珠似玉地宠着供着 哪能受得了她如今这态度 哭着扭头就跑 只不过她跑得很慢 应该是想等着陆锦迷追过去哄哄她 可是陆锦迷却直挺挺地站在原地 脚步没有挪动一丝一毫 我轻泽一声 暗自赋斐 前天还肉麻兮兮 蜜里调油的 今天就腻了 知道了 你个小醋包又恶心 孟新月在陆锦迷那里受了委屈 便想把怒火发泄在我身上 你跟锦迷说什么了 她以前从来都不会这个态度对我的 我想了想 可能是我把聊天记录截图发给她了 哦 她说 项链本来就是她特意买给我的 是你自己偷着戴的 好像 我也就做了这一件事吧 孟新月应该是气疯了 开始疯狂飙脏话 你个贱人 臭女人 活该紧离不要你 年纪大了 就找个养老院 老老实实地趴着 别出来做药 我淡定地截完图 再告诉她 哇这么粗鲁啊 你就不怕我在截图发给那个眼下心忙的傻逼 信息刚发送成功 那边开始一条又一条的撤回信息 晚了呀 我的宝贝我将陆锦迷从黑名单里放出来 发送再次拉黑 拉黑前 没忘记了她骂一个狗血淋头 平等地创死每一对渣男贱女 之前 我从来没想过 找孟新月的麻烦 即便在试图用自杀挽回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时 我也没有说过一句她的坏话 我总认为 苍蝇不叮吾凤蛋的蛋 出轨最主要还是男人立场不坚定 可越是这样 越让她觉得我是软柿子 三番两次挑衅 甚至还有几次直接跳脸开大 我割腕 躺在医院 她去看我 手压在我包着的纱布上 满脸同情 锦迷对姐姐可真狠 姐姐都这样了 她都不心疼 我平时蹭破一点点皮 她都得紧张半天呢 带着小姐妹去我的工作室 对我的作品评头论足 几个人大声嘲笑着 肆无忌惮的评论 说眼光得有多差 才能看上我设计的这些丑东西 我要再忍下去 巴黎圣母院都得请我去敲钟 孟昕月很长时间没来烦我 不知道是陆锦迷和她说了什么 还是她怕了我截图这一招 倒是陆锦迷开始频繁地在我面前晃 不止隔三差五地给我带小礼物 甚至还经常下厨 做些我爱的吃食 她的反常只让我觉得烦躁 真的很影响我和小奶狗 谈情说爱好吗 陆锦迷将最后一道菜放到桌上 低头解下围裙 下个星期公司庆功宴 你和我一起去吧 庆功宴 这是工程结束了 我笑着答应 心里默默地盘算 应该很快就可以约个律师 你离婚协议了 她将围裙挂起 坐下加了一块鸡翅放到我碗里 这两天要是有空 去帮我买两身衣服吧 要能搭配你礼服的 我本来想拒绝 转念一想 江玉白的生日快到了 不如正好趁这次采买 帮她选一下礼物 想到江玉白 连看傻逼都顺眼多了 我又笑了笑 点头硬好 气氛难得没有剑拔弩张 陆锦迷轻壳一声 白皙的脸上飞上两抹烟红 那个 我今晚回卧室睡 你别锁门 我拿着筷子的手抖了一抖 然后用力地拍到了桌子上 连也跟着缠了下去 想跟我一起睡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没料到我反应会这么激烈 陆锦迷也紧跟着摔了筷子 愤然离席 可能是我的做法 极大的挑战了 她身为一个男人的尊严 她这一气 两天没有回家 我也乐得自在 选了一个周末 让江玉白陪我去逛街 我挽着她的哥 一直地定在我搭在 江玉白壁弯里的手上 俊朗的五官板起 莫名名利 吉布走到我面前 将我拽到她身边 这个小白脸 就是上次电话里那个人 陆锦迷问道 声音嘶哑的不成调 我点了点头 承认了 已经做好了结束的准备 也没必要再藏着掖着的 仿佛能听到 她细碎的磨牙声 你们到哪一步了 一句话 她费了好大的力气才问出来 我回得轻聊淡写 你和你的小妾到哪一步 我们就到哪一步了呗 陆锦迷的脸 由红变白再变清 攥着我的胳膊 攥着我的手筋 也越来越大 看出我不舒服 江玉白也把手放到了 她的手腕上 陆先生 你弄疼她了 这句话 成功地让陆锦迷 松开了对我的禁锢 挪开的手握成拳 狠狠地打到了 江玉白的脸上 两个一米八多的大男人 扭打到了一起 很快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包括刚换完衣服出来的孟兴月 她尖叫一声 扑上来想把两人拉开 待看清江玉白的模样后 她倒退了两步 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 江枪学长 不知道是谁报了警 我们一行四人 被带到了警察局 孟兴月一直在偷描江玉白 表情纠结中带着点恐慌 我侧身靠在江玉白身上 小声问道 你认识 江玉白拧着眉 她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个 追我的学妹 不过我早就拒绝她了 就是她一直纠缠我 好像听不懂人话 我们的窃窃私语 引起了陆锦迷的不满 她冷冷的一个眼刀瞟过 被我瞪大眼瞪了回去 傻逼 活该你被虑 还被不同的人虑 给我们坐笔录的警察年纪不大 坐在凳子上 仰头看我们 因为什么打架 见没人说话 她又问道 你们几个 什么关系 这提我会 我直指陆锦迷 我丈夫 再直指江玉白 我男朋友 最后指向孟兴月 我丈夫的女朋友 同时也是 我男朋友的追求者 可能人物关系太过炸裂 小警察手顿住 张大嘴巴 连笔录都忘了 双方同意和解 这件事也就这么过了 一出警察局门口 陆锦迷就拽住我的胳膊 跟我回家 我们谈谈 江玉白也忙拽住 我的另一条胳膊 我冲她安抚一笑 没事的小白 我是该跟她好好谈谈了 虽然不情愿 江玉白还是放了手 回到家 陆锦迷把我摔到床上 反锁了房门 她撕扯掉领带 解开衬衣最上面两个扣子 七身压到我身上 毫无章法地亲我 我扭动着躲避她的吻 手用力地推她 却怎么都推不掉 而且 我的反抗 似乎让她更不理智了 在她将唇对准我的唇 准备压上时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 甩了她一巴掌 陆锦迷皮肤白 对我扇的位置 很快红肿了起来 她手捏着我的手腕 压到头顶 咬着牙质问我 怎么 你这副做牌 是要为她守身 陈诗鱼 你他妈别忘了 你是我老婆 你还知道 我是你老婆呢 我冷笑一声 你出轨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 我是你老婆 我自杀独自 躺在医院的时候 你怎么没想过 我是你老婆 你和你的小情人 谈情说爱 你能我浓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 我是你老婆 我每说一句 她脸色就难看上一份 过往种种 虽然难堪 但好在都已经熬过去了 我也不想继续 自接伤疤 跟她翻这些破烂账 我看着她 平静道 陆锦梨 我们离婚吧 不 不可能 陈诗鱼 我是不可能跟你离婚的 陆锦梨慌了 她站起来 打开房门 跌跌撞撞地往外走 那个小白脸能给你什么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后半夜 喝得最熏熏的陆锦梨 被她朋友送了回来 看到我 她浑浊的毛子 漠然变得亮亮的 她正开朋友的扶持 扑过来抱住我 头在我颈窝处 拱啊拱 这是她一贯的撒娇伎俩 老婆 你怎么不去接我 我们不要离婚 好不好老婆 我以后绝对不乱搞了 我们一笔勾销好不好 以后我们就好好过日子 你再给我生了大胖闺女 最好长得像你 说着说着 她开始哽咽 对不起老婆 对不起 我不想和你离婚 我叹了口气 轻拍她的后背 太晚了 我们回不去了 是啊 太晚了 我给过你机会的 陆锦梨 不止一次 陆锦梨揉着太阳穴 从楼上下来时 我正在和律师谈离婚事宜 我冲她招招手 你来得正好 过来看看 有什么需要改的没有 我将起草的协议 往她眼前推了推 陆锦梨眉头都快凝成了一个麻花 她看都不看一眼 拿起还未成型的离婚协议书 静止扔进了垃圾桶 我说过 不会和你离婚的 我从律师抱歉一笑 又将视线一回到陆锦梨身上 那就只能起诉了 陆锦梨长逼一扫 桌子上摆放的茶壶茶杯 怦然落地 你非离不可吗 那么想和那个小白脸 双速双飞 我挑挑眉 难道你不想 她呆愣片刻 不耐烦地道 反正陆太太 只能是你一个 陈诗瑜 就算死 你也是要葬在我身边的 我越过她 看向她身后 端着果盘 从厨房出来的梦新月 这么说 你自始至终都没想过 要娶人家小姑娘 要让人家当一辈子的小三 陆锦梨愈发不耐 我们俩的是 你能不能别牵扯一个外人进来 我和她从一开始 就只是交易 我和她断了 你也抓紧和你的小白脸断 别想些有的没的 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梦新月亲历的小脸惨白 手没拿稳 果盘掉落到地上 发出一声脆响 陆锦梨寻声望了过去 眼底闪过一丝厌恶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 以后不要到我们家来吗 梦新月微微张开的唇轻颤 你把我拉黑了 我只能到这里来找你 陆锦梨嘲讽道 怎么 是我给你的分手费 不够你倒追男人的 滚 要是不想让我追回 给你的转账及物品 以后就别出现在我面前 梦新月手紧握着 临走前愿毒地瞪了我一眼 我想 她现在定是恨极了我 也许在她看来 要不是我拆穿她 到追降于白的事 陆锦梨也不会不要她 陆锦梨好像让自己回到了 我们热恋的那段时光 今天一束花 明天一封手写信 她一遍又一遍地跟我提和好 真是可笑 她自己亲手把我的心伤的千疮百孔 现在又有什么资格 让我用这颗心与她和好如初 陆锦梨咬死不同意离婚 我只能走法律程序 我在这边忙着准备材料 她在忙着给我准备惊喜 很快到了庆功宴 上次因为她和姜鱼白打架 庆功宴礼服和给姜鱼白的礼物 都没买成 我穿着她派人送来的香槟色碗礼服 站在她的身边 应付着别人或真心或假意的道合 脑子里想的却是应该给姜鱼白买什么 闹闹哄哄的声音拉回了我的思绪 我回过神才发现 陆锦梨单膝跪在我面前 手里还拿着一个一看就价值不菲的钻戒 与我手上戴着的普通薄金戒指 云腻之别 旁边的人纷纷起哄 亲一个 亲一个 我忙伸手把陆锦梨从地上拉了起来 笑着打人场 都老夫老妻了 也不怕别人看笑话 手指用力掐着她的胳膊 上好的西服布料 生生地被我掐出一圈褶皱 陆锦梨显然听懂了我的言外之意 微微合眼 翘起的嘴角也抿成了一条直线 看上去落寞极了 她顺势把我拉进怀里 哑着嗓子在我耳畔呢喃 真就那么喜欢她吗 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 这幅画面 在外人看来 唯美而又浪漫 尤其是她刚刚手持钻戒 跟我表白完 可没有人知道 有一滴泪落在了我的后颈 庆功宴 我给足了陆锦梨体面 毕竟看笑话这时 被笑话的对象往往不止一方 我不想被别人当猴一样观赏 也打心里觉得没啥撕破脸的必要 陆锦梨好像突然一起了 过去未曾兑现过的诺言 批了命地想挽回 甚至有几次 路过书房时 看到她拿着我们之前的合照 在偷偷流泪 脚边散落了一地的空酒瓶 对于她的付出和努力 我也如同过去的她一般 视而不见 她总觉得我闹着要离婚是因为江玉白 我没有告诉她 其实这种念头早就有了 只是现在时机成熟了而已 短短半个月 她瘦了很多 之前量身定做的西服 现如今穿在身上 空荡荡的 可我早就已经不会心疼她了 江玉白生日 我带着买给她的手表去见她 云出门 陆锦黎拦住了我 她低着头 半边脸遮挡在阴影中 似是在哀求让我别去 她好像也突然想起来了 这一天 刚好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歪着头想了想 我记得 我过生日那天 也是这么拦着你的 但是 你还是走了 你说那天是你和孟新月的 一百天纪念日 你要去陪她 如果我今天留下了 那小白应该也会和那时的我一样难受吧 对不起 她滴滴地道了声歉 可是 你走了我也会难受 陆锦黎 让我难受的是你 我现在回报给你 那也是应该的 但是小白没让我难受过 所以我也不能让她难受 这叫公平 挡在我面前的手臂 颓然放下 带我走出去后 听到身后她哽咽着问 你出轨 也是为了公平吗 我没有回答 一开始确实是 可是 面对温问懂事又体贴的江鱼白 又有几个女生能保持绝对的清醒呢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鱼白的室友 几个大男生友善地和我打着招呼 没有经历社会打磨过的毛子 清澈干净 其中一个肤色较黑的男生 用肩膀撞了下江鱼白 打趣道 你女朋友比照片还要漂亮好多 难怪 就连舞蹈戏的那个戏花追你 你小子都看不上江鱼白紧张地推了她一下 别瞎说 姐姐 她开玩笑的 没有人追我 上次因为有女生追她 我跟她提结束的事 好像真的吓到她了 我刚要安抚她 手机响了 是个本市的陌生号码 接起来 那边风很大 吹的人声音都有些破碎 陈诗语 我在盛市的顶楼 等你半个小时 如果你不来 我就跳下去了 盛市是我们这里一个商场 里面东西价格便宜 种类还多 以前没钱 我和陆锦黎的约会 基本都在那里 不等我说话 陆锦黎便挂了电话 我咬着唇 犹豫了一会儿 拉住了旁边姜鱼白的手 小白 陪我去个地方 路上 我打电话报了警 到了目的地 我没让姜鱼白下车 小白 你在这里等我 我很快就下来 我轻轻在她唇上印上一吻 等我回来 陪你庆生 我和陆锦黎 现在在法律上还是夫妻 如果知道她要寻死我 却不加阻拦的话 我也得进去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的原因 我不能让她拖累我 但是今天是姜鱼白的 生日 我又不能扔下她独自走掉 带上去 又怕一会警察到了 会牵连到她 想要万全 很难办 姜鱼白拉着我 一脸凝重 姐姐 我陪你一起上去 我怕她伤害你 我摇摇头 笑道 不会的 她就是不甘心 想闹一闹 让我回心转意 放心 她不会真自杀的 更不会伤害我 只不过是想 学着我用过的招数 也逼一逼我罢了 姜鱼白垂下眸 长长的睫毛 在下眼瞼处 投下斑驳的阴影 那 姐姐会回心转意吗 我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和陆锦梨 已经到了岔路口 接下来 只剩下分道扬镳 一种结果了 我到楼顶时 陆锦梨正坐在护栏处抽烟 另一只手里 捏着一瓶罐装的啤酒 空荡荡的衬衣 被风吹的鼓起 烈烈作响 她扭头看着我笑 抬手做了个干杯的姿势 你说的 公平 她缓缓开口 因为烟抽多了的原因 声音嘶哑难听 当初你一丝要挟 让我和孟新月分手 现在我这么做 也算公平 我死 还是和她断 你选一个吧 我烦躁地爬下头发 恨不得上前一脚 将她踢下去 她怎么还有脸提的 是啊 我是以死相逼过 可是你是怎么做的呢 你说我像个疯子 陆锦黎 现在这句话 我原封不动地送还给你 她的身子晃了晃 我忙缓了语气 闹一闹就行了 当初我不是也没死成吗 陆锦黎 你现在就和当初的我一样 陷入了自己的执念 你先过来 我们认真谈一下 眼尾的余光 撇到橙黄色衣角 消防员到了 我吸引着陆锦黎的注意力 直到那道橙黄色的身影 奋力一扑 将她压在了身下 陆锦黎咧嘴一笑 眼泪跟着流了下来 你明知道 只要你做出我要的选择 我就会乖乖跟你回去 可你却自始至终都不肯松口 哪怕 哪怕骗一骗我都不肯吗 我摇了摇头 骗人是不对的 你当初 不也没选择骗我吗 寒来蜀网 我们的离婚案拖了一年 看来只要有一方不同意 离婚确实是件麻烦事 我从家里搬了出来 在工作室附近买了个小面积的公寓 隔天 陆锦黎就高价买下了隔壁 不知道谁给她支的招 让她跑到我跟前大放厥词 既然回不到过去 那就重新追求你 我觉得 可能是我拆穿孟心月的嘴脸 瘦到了天前 报应就是打打不走 骂骂不走的陆锦黎 她似乎真的不懂什么叫放弃 也不懂什么叫惹人闲 天一天天热起来 江玉白大学毕业了 她穿着学士服 戴着学士帽 在阳光下笑得灿烂 我举着相机 不停地帮她拍照 不愧是我相中的 长得就是稀罕人 随随便便一拍 都好看得要命 危险的发生 往往就在一瞬间 镜头里 江玉白扔到手里的花束 冲我跑来的那一瞬间 我被一股力量推了出去 膝盖陷进柔软的草皮中 身后 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尖叫 血弯弯曲曲地蔓延开来 那个年我黏了一年的牛皮躺 躺在血泊里 腹部还插了一把刀 她果然还是偷偷地跟来了 行凶的孟心月 已经被江玉白反扭双臂压住了 我手脚并用地爬过去 怕给她造成二次伤害 碰都不敢碰她 陆锦黎 你撑住 我哆哆嗦嗦地往外掏手机 手却一点都不听使唤 抖得太厉害了 没事 别哭 陆锦黎抬起胳膊 吃力地想摸我的脸 我哭了吗 手糊乱地在脸上抹了两下 如湿一片 不知道是谁打120 陆锦黎很快便被抬到了救护车上 救护车上 她拉着我的手 艰难地问我 如果我能活下来 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没有正面回答 陆锦黎 如果你因为救我而死 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一定要活下来 算我求你 她抽动嘴角 果然到这种时候了 你还是不肯骗我 别哭了 我还有那么多钱没花完 怎么舍得死呢 万幸 那一刀没有伤及脾脏 只是大出血 急需输血 江玉白陪在我身边 在抢救室外 守了三个多小时 她犹豫了很久 才下定决心问我 姐姐 如果陆先生没事了 你会和他和好吗 我嫌弃 怎么不是皮蛋瘦肉粥 我用勺子搅着碗里的白粥 轻斥它 医生说你刚做完手术 就得喝轻粥 她嗷了一声 便不再说话了 过了许久 粥都已经温了 我刚准备喂他时 又听他说明天把离婚协议带来吧 我点点头 轻声说好 纠缠了这么久 我们终于放过了彼此 孟兴月因为故意伤人 被抓了起来 审问时 他要求见我 我刚好也想听听他想说什么 一年多不见 他憔悴了很多 完全不负之前的光鲜亮丽 陈诗鱼 你一定很好奇 我为什么想要杀你吧 他愣狠狠地瞪着我 恨不得把我生通活泼 因为你该死 我喜欢的两个人 全都因为你 不要我 陆锦鲤明面上看着是同我宠我 可是他在与我欢好时 不止一次叫的是你的名字 还有江学长 我那么那么喜欢他 我都做好了 他接受我 我就和陆锦鲤分开的准备了 可是他不肯 他说他有喜欢的人了 让我不要再去骚扰他 因为激动 手铐频繁地打在桌子上 咔咔作响 陈诗鱼 你有哪里好 值得他们为了你抛弃我 你知道吗 我在陆锦鲤面前 装单纯 装善良 装得有多累吗 虽然知道 他可能只是 把我当成了你的替身 我也认了 可是最后 他还是因为你的从中挑拨 不要我了 要不是他不要我 我也不会委身给秦陵远 那个猪狗不如的畜生 那个畜生虐待我就算了 他还有病 他有病啊 我他们没多久可以活了 你知道吗 陈诗鱼 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我摘了耳机 站起身隔着玻璃静静地看着他 他的三观已经扭曲了 我和他说再多 也不过是对牛弹琴 走出警察局后 我联系了处理刑事案件 最有名的律师 尽我绵薄之力 让他多盼几年吧 陈锦黎虽然抢救了回来 但是落下了病根 余生估计都要在疼痛的折磨中度过 尤其是天冷的时候 在医生的建议下 他决定换个城市生活 临走前 他来见我 从怀里掏出一个烤地瓜塞给我 我一直悟着呢 你趁热吃 上大学时 校外有个老大爷 烤的地瓜特别甜 他就经常买了 用塑料袋一包 塞进衣服里带给我 我接过 剥开皮咬了一口 已经没有以前的那种味道了 我明天下午的机票 你会去送我吗 他眼里带着西记 小心问道 我摇摇头 一路顺风 还真是心狠啊 他抬眼望向不远处 裹着棉衣 静静等我的少年 又问了一遍 真就那么喜欢他吗 我也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弯了眉眼 嗯 挺喜欢的 陆锦离番外 和陈诗鱼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以为我是腻了的 所以 当一个和他有几分相似 却清纯稚嫩的年轻女孩出现时 我便义无反顾地 一头扎进了温柔箱 他又哭又闹 甚至割腕来威胁我 我只觉得烦 特别烦 他披头散发发疯的样子 在我看来与街头的泼妇无异 心头的朱砂痣 终究变成了墙上的蚊子血 后来 他不哭也不闹了 甚至大方帝不会再过问 我和孟新月如何了 我很满意 只是我还不知道 他之所以能这么平静 只是因为他不爱了 孟新月和他上大学的时候很像 天真烂漫 不安事事 就连爱吃醋 爱吃小杏子这一点都很像 我很享受 孟新月偶尔因为争风吃醋 而展现出来的骄纵 所以孟新月要求我不准碰他的时候 我考虑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 我笃定 我已经不爱他了 那天晚上 我本来是觉得我的态度有点过分 想去跟他道歉的 结果却不小心听到他和一个人在谈分手 怒火翻涌 我质问他是不是出轨了 他却反问我什么身份 是啊 先出轨的是我 我怎么有立场去指责他 这就像是一根刺 时不时地扎我一下 而我却像个缩头乌龟 连再问一句的勇气都没有 孟新月又在因为他跟我闹 我第一次觉得 这些之前我享受的促进挺烦的 为了打发他 我带他去挑了一个项链 他在试带时 我被角落里醉不起眼的那条 吸引了目光 脑海里出现沉湿与比现在要稚嫩一些的脸 他仰头看着我 声音娇软 带这些饰品太麻烦了 我们就简简单单的买个戒指就好 可能连他自己都没发现 他的眼尾 总是不自觉地瞟向那条 他说他不喜欢的项链 我让服务员给我用最精美的礼盒包了起来 孟新月弹过头看了一眼 嘟起嘴道 我不喜欢这条 我单单道 不是买给你的 听后 他好像更不悦了 可是我没心思哄他 不知道陈诗鱼收到这个礼物 会不会喜欢 我没想到 孟新月会干出这种事 我开始审视 自己是不是真的了解那个女孩 也开始审视 是不是真的对陈诗鱼没感情了 他随手将项链丢进垃圾桶 我的心是痛的 所以顾不得外面电闪雷鸣 毅然决然地冲进了鱼幕 我拿着重新买回来的项链送给他 可他还是不高兴 他说不喜欢了 我不知道 他说的不喜欢是指东西 还是指我 或者两者都有 我和孟新月提了分手 在他谩骂陈诗鱼之后 他红肿着眼 求我原谅他 说他只是太在意我了 那双性眼迷蒙着水雾 楚楚可怜的 我透过他 好像看到了18岁的陈诗鱼 被爱奈会 陈诗鱼跟我撒娇求卵时 就喜欢这样看着我 我轻视他的眼角 为他擦掉眼泪 卡里给你转了200万 过两天 再带你去挑两套衣服吧 好聚好散 我万万没想到 会在商场遇到陈诗鱼 他的眼睛亮亮的 像是乘着满天星河 至于脸上的笑 我有多久没有看到过了 好像很久很久了 极度冲昏了我的头脑 我把人给打了 警局里 他点名孟新月 倒追那个小白脸 我的内心毫无波动 只是听着那句 我男朋友格外刺碍 一切都挑明后 他跟我提了离婚 我慌了 说真的 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 会和他有分开的一天 即便是我觉得 他像个托付的那段时间 我想挽回 他却丝毫不肯给我机会 哪怕我学着他曾经的样子 闹自杀 坐在顶楼吹风的时候 我想了很多很多 想他当初是有多绝望多无助 多想挽回 我们这段拓劣的婚姻 才让他用上了这么极端的方式 就如同此刻的我 即便我以死向逼 他也毫不给机会 哪怕我的生命 真的受到威胁 他都没有松口 我竟然从来不知道 他原来也可以这么固执 固执的连我们彼此心知肚明的谎 都不肯撒一个 应该是真的对我死心了吧 他哭着求我别死 我知道那只是出于愧疚 或者还有今年累月 积攒下来的一丝丝亲情 还没看到你以后的宝宝 长什么样子 我怎么舍得死呢 怎么舍得 让你背负对我的愧疚过一辈子呢 陈诗瑜 别哭啊 等我醒了 我就放你自由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